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想和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博物馆一些和足球有关的藏品 其实这些足球的藏品 都是和我们香港一位球星 很密切关系的 这位球星叫胡角洪 他是1949年出生的 他小时候就已经在北京花园踢的小型足球了 被足球界的人士赏识 加盟了当时一支中营班叫东升 然后转型到南华 一直到70年代初 当时有一队球队 刚刚成立没多久 叫征公 1973年时 征公的领队王创山到处招兵卖马 他找了胡角洪 加盟征公队 胡角洪在征公队里的表现非常出色 短短十多年的历史里 赢了40多次香港的 推荐冠军 胡角洪得了很多奖杯 包括他连续4届 调得香港足球先生这个泳衅 何几年就是7980 8182 这个就是他80年时得到的奖杯 胡角洪亦都是一个球星 我们手上看到这个掌座 就是一个叫香港足球明星的选举掌座 我们说精工是一个很代表香港球团的球队 为什么呢? 除了他的战绩标柄 赢了多次联赛的冠军和大小錦标之外 其实精工也是香港第一个球会 有自己的球迷会 也球迷会有出版他们的特康 就是我左手边这本《精工八二》 胡角洪不单只是精工的队长 他也是香港代表队的队长 他在香港历史中曾经有两次世界杯的亚洲区俄维才能中入第二圈 分别在1977年香港队战胜了新加坡1比0 1985年香港队在北京战胜了国家队2比1 在这两次赛事中胡角洪也有披甲上阵 也有非常畜色的表现 令到香港队在世界杯俄维才流名 港英政府也颁了一些勋章给他 1983年当时的港督尤德着士 尤德着士在港督府里颁了这枚名誉的勋章 给胡角洪先生 香港粥种也特别做了衣面的筒牌 送给胡角洪 以致他这个不留的公分 在1986年当时 因为胡角洪在当年退休 当时精工队和香港代表队联合举行一场比赛 纪念胡角洪 当时那场比赛全场爆满 很多球迷宽送胡角洪离开球场 2015年胡角洪去世 他在小消息传出后 球圈上下也为他举行了很多悼念活动 当时也是为他的势势力而出版了这本《悼念策》 我们博物馆就联络了胡角洪的儿子 然后他们家人就慷慨地将胡角洪的藏品 捐给历史博物馆 今天我们就拿了几件的物品出来 希望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